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德11在以色列和加沙交界处视察时表示, 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对加沙地带发起全面进攻, 他表示已解除以军在打击哈马斯时的所有行动限制。 以色列自报报道,加兰德在部署在加沙边警员线地区的以色列军防部队时, 指我已解除所有限制,我们重新控制了各地区,我们正在全面进攻。 他还对以色列军人表示,你们将有能力改变这里的现状,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付出的代价,你将看到变法。 哈马斯想要改变加沙,但变法将会与哈马斯预想的完全相反。 加兰德最后表示,他们会后悔这一刻,加沙永远不会反对原来的样子。 加兰德继续说,无论谁来进行斩首或谋杀我们都会毫不妥协地全力消灭他们。 一名埃及官员当日表示,以色列已经控制, 埃及方面移骨准备对加沙进行为期数月的地面攻击。 另一名埃及官员还提到,以色列至今为止, 仍拒绝接受埃及方面进行调解和援和局势努力。 这个表明,以色列希望在考虑停火之前对哈马斯进行致命打击。 值得注意的是,随着巴尔冲突继续深入, 以色列准备召集更多预备军人参战。 全部都结束了。 带我来身边了。 看一看吧,画面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